早安 我今天帶我的學弟們 就是進走的隊員 然後來參加一場進走的比賽 我已經退休了 只剩下當教練的功能 我們就等他們報到吧 那當天的天氣其實非常適合做長距離的比賽 但是因為風有點大 所以在現場熱身的時候其實 對於長跑選手來講是有點不利的 尤其在進走選手來說 他們前進速度比跑步還慢 那這個時候其實風阻來講就印象很大 那進走這項運動呢 其實它是源自於1880年代的英國 那這項運動在台灣算是非常的輕 發展大約只有10多年 那其實在台灣的發展當中 成績進步也是非常的迅速的 那距離國際當然還是有一點落差 那目前以世界紀錄排名來說 男子的20公里進走 是由日本選手所保持的76分36秒 那女子20公里的進走成績呢 是由中國選手的劉鴻 所保持的84分38秒 那所以其實速度都非常快 在進走比賽當中 大約是用4分數以內的成績 就可以把20公里走完 所以在進走來講 常常會有聽到走比跑得快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其實比賽當中呢 有兩種犯規 那這兩種犯規的目的呢 都是希望你不要變成跑步的動作 所以它兩個規範 第一個是屈膝 屈膝的意思就是 你在腳著地到離地這段期間之間 你的膝蓋不能有彎曲的動作出現 那另外一個犯規呢 就是騰空這個東西 那騰空呢 它就是你的腳 不能在裁判的肉眼看起來 兩腳有同時離地的動作出現 那一場比賽當中 如果你有三次紅牌 你就會被取消資格判出局 所以這是一個進走比賽 跟跑步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次來參賽的成績呢 我個人覺得是還不錯啦 兩個小大衣 一個拿到第三 一個拿到第四名 而且在個人層地上都有新的突破 那就希望他們之後還可以繼續加油啦 比完賽了 今天的vlog就到這邊了 我們來這邊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比賽過程 這是第一次在這邊辦的比賽吧 而且現在雨超大 還蠻不錯的比賽 畢竟還是一場可以當作 國際打標標準的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說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的影片分享 下禮拜見 拜拜